就是已经OK了 基本上都可以填资料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会有几个地方可能会是状况 什么状况呢 那你如果正常 这样出入是没有问题 可是有几种可能性 比如说呢 他完全没有填任何东西就按新增 那当然你如果按下去会怎么样 应该会坏掉 也就是说 这里面我们没有防呆 那什么叫防呆呢 就是说当你按下他之前 他会先检查一下 到底你这里面呢 输入的资料 第一个一定要有资料 如果没资料那就不能往下 第二个的话呢 什么姓名 比如说他有输入资料 可是他如果输入资料 假如说呢 可能怎么样呢 比如说他输入了成绩 假如他又输入什么 又输入他的名字 但也不行 因为你要输入的成绩一定是个数字 而且这个数字的话 一定是要在0到100之间 你要防呆 所以这边的话都是可能要注意的点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呢 要能够防止他的错误 比如说我现在 假如完全没输入资料按新增一定会坏掉 也输入了 但是问题他输入东西这不OK 所以怎么办 你应该按下这个之前 要先check一下 他到底有没有输入错误 那要怎么检查 其实基本上这把删掉 看起来 OK 那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一 我们要按下新增的时候 请你记得 把程式写在 防呆记得一定要写在哪里 写在新增资料的上面 一定要写在他的上面 不然的话呢 你变成你新增资料再判断来不及了 都已经错了 应该先check一下 那怎么check 就是说当他输入跳出来之后的话 那我要检查这四个有没有输入资料 如果其中一个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要跟他讲说 请输入正确资料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 这边加一个在开头的地方 一幅什么呢 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空的 所以呢 怎么样判断他是不是空的 一幅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 这个叫什么 testbar 1 里面如果是空的话 那我们程式应该怎么写 if 那个东西testbox 1 里面的资料 里面的文 只有文字 所以 如果里面的test 假如是空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OK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 直接 then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先打end if 然后呢 我应该做什么 跳出一个警告讯息 跟他讲说 请输入那个什么什么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 我要怎么跳出那个讯息 叫meshbox meshbox后面空一个 你跟他讲说 请务必输入姓名 或者之类 跟他讲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跟使用的互动 请务必 然后输入资料 输入姓名 惊叹号三个 OK 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 meshbox 它就会跳一个警告 跳出来 OK 接下来记得 你 这边就要把它挡下来 程式就不能再往下新增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记得一个 离开这个sub 叫 addistsub 这addistsub 意思是吧 那我程式跑到这边 就帮我跳到endsub去了 底下东西不要 不要做任何作用 那所以呢 一样我要执行一下 如果他这没填东西 有没有 请务必输入姓名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怎么 离开 什么事都没发生 OK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答案考 所以 这个如果说 我要避免那个 房贷 可能你这边 2也要再来一个房子 所以一般习惯是吧 先做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贴上 这边把它改一下 这边就是testbar 2 2是什么 请务必输入那个东西 然后呢 再来一样 3 等于是一关一关的 OK 他那个 2 然后3 也就是每一个都一定要帮我输入资料 否则的话呢 你就不能过到下面这一关 也就其中有一个 只要没有输入的话 你就不能过关 OK 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样填了 他一定是一定要输入这一个 所以呢 不过好像还可以再更贴心一点 请务必输入姓名 那应该怎样 优标帮他放在这边 对应该比较贴心 不过你没做没没差 因为看你自己 这个东西就是使用者UI还有比较 UX UX就是使用者的经验 你要让使用者觉得好贴心 我做错了他还会告诉我提醒我 而且要写的越清楚越好 不过我们大概说一下 那这边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把游标放在那个上面 叫这什么 textbar的1 点什么 点set set focus就好了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就 所以第一关 第一个是一定要输入资料 OK 所以呢他这边 你如果没有输入资料 一定不会过 而且不会错 一定要放资料 所以输入资料 OK 但是呢 如果他有输入资料 但是呢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我后面这边有再提一下 就是说 房呆的 第一个没有输入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输入的是非数字资料 那我怎么知道是非数字 那第三个可能输入的是 是数字 但是呢 他不是在零到一百之间 不过这个判断只需要 那个姓名不用嘛 这三个要 OK 那怎么判断呢 所以接下来的话 非数字资料 那怎么判断非数字资料 如果他输入什么 又输入111的话 那不OK 虽然有资料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应该会发生错误 什么错误呢 我看一下 有没有 111 居然还可以平均 OK 所以理论上他应该会出现bug 不过这个地方 当然已经不正确了 那你又输入 那最后变成 你要做报表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来源就有问题了 怎么办呢 应该防呆 那怎么防呆呢 这个地方 我们第二阶段 所以第一阶段是一定要有资料 所以你在这边先注解吧 防呆的 我第一个动作是这个 就是 一是防止那个 资料123 我们先把它复制贴到这边好了 我先把它放在这边 那这个是2 3 OK 然后2的话是放在这里好了 第二个 第三个是放在这边 就是我分别再来做那个逻辑方呆 那第二个是非数字怎么判断呢 其实基本上 也是做逻辑 如果什么呢 是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们用VBA 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做is is就是是不是的意思 is里面发现 这个VBA里面有相关的函数 是不是数字的话 它其中有一个 叫什么 is什么呢 numeric这个 其实这个什么 is day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错误 然后是不是诺 是不是numeric 是不是upjet 所以这边的话其中我们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可以用这个is numeric 刮虎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给什么 给那个里面的东西 哪一个呢 比如说我判断是test testbox 那一不用嘛 一是姓名 所以从二开始 里面的资料 点test 刮虎之后 把那个资料放过来 这边判断 是不是啊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返回true 如果不是就false 那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 那我们是应该是要抓到什么 因为我要进到这边 是要挡掉的是 不是数字哦 所以不是数字的话 这个is numeric 如果是数字 这个是数字哦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呢 那就什么 等于什么呢 等于false false就不是的意思了 它预设是等于true啊 OK 是数字 OK 那我们应该什么 我要挡下来的是 不是数字 所以等于false 如果它不是数字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一样 其实应该怎么 把这个拿来空谎 这有时候可以偷懒一下 就一样mejbus 请务必输入 数字 OK 反正这个地方提示它一下 请务必输入数字 或者是哪个栏位 请务必输入数字 然后游标再把它放到testbox2 OK 那end sub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一样 请务必输入 所以底下也是一样 我们第 再来就防待 防那个第 应该是第二个层七 第三个层七 所以改的话呢 只需要怎么改这个 这边改2 改3 改4 OK 然后这边focus也改一下 改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 it's new world 关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OK 刚刚我输入什么 在ff 如果说我输入错了 我又输入一次 这个不是我故意的 假设它不是故意的 那你要把它挡掉 所以基本上 ff抓到判断 it's new world 是不是 它等于false 它不是 它不是会怎么样 跳一个讯息 请输入 应该是答案考核 请输入数字 然后把它轻空 游标放进去 所以应该怎样 轻空游标放进去 你游标放进去 好像不够贴心 因为放上去 有些人还是搞不懂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不会OK 请输入数字 游标放进去 但是应该怎样 干脆把它delete掉 OK 所以更贴心的做法 应该怎样 可以在这个地方 请输入数字 在focus上面 把里面塞什么 清空等于 这边 就是等于没有 OK 这样应该会更贴心 不过像这种东西 就是叫什么 就是让人家感觉 你这个做的很贴心 当然你没有做 应该也不算是程式的bug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再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 所以这边我输入 假设我一样 这个输入错的 然后按新增 它应该怎样 跳一个讯息 然后并且把它清空 优标再放上去 这样OK 这样就更贴心 然后就输入 但是最后一个错误 它如果输入什么 120分 那这样你新增OK吗 可以 可是这样成绩当然不行 没有120分 所以怎么样 再来第三个房呆 就是什么 房子什么 它第三个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 它是不是在0到100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来改 如果什么 这个中间 这个逻辑可以拿掉 如果它里面的东西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 Test Test Buds 2 里面的点Test 我们要抓到的是 它不是在0到100之间的 所以呢 我可以 如果它是小于0 或者是 它里面的资料 怎么样 大于100 大于100 这个是我要把它挡下来的 有没有 那意思是说 其实你可以画个图 我要的资料应该是在 0到100之间 0到100 那所以这个是我要挡下来 是要挡下来 只能够允许中间这一块 它才可以往下走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吧 我觉得这逻辑应该是 没有很复杂的逻辑 所以呢 另外为什么用偶尔 因为这个区块跟这个区块 绝对不可能会交集 有没有 不可能说它又小于0 它又大于100 不可能 所以 这个一定是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情况或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那就是请务必输入应该是0到100的数字 反正这个大概就知道一下就好了 然后一样游标 然后一样游标再把里面资料清空 然后游标再set focus 然后再跳铃 OK 所以一样的方法把这个Ctrl C 再把它Ctrl V Ctrl V 然后这边一样改成3 这边应该都知道改的逻辑了 只是说这个可能要很小心 你就是不要做错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把你要做的那个逻辑判断给做出来 那这些动作呢 当然还有更多 有可能还有其他的防呆可能的机制 那你就自己想出来 反正你就是把每一个使用者可能会发生的错误 你通通把它挡下来 这样以后的话呢 你就不用针对那个问题去解决了 OK 所以一劳永逸了 OK 所以这个我只是举三个例子 那还有更多了 你就把每个可能性都抓出来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想得越细的话 那这个系统就几乎是稳如泰商的 然后呢 你只要让人家输入的资料 那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去检查错误了 OK 就一劳永逸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 这个资料我们是0到100之间好像不OK 所以我就看一下 这个120看看 然后这边输入-20 这边输入正确的 OK按新增 那理论上这个就错了 OK 然后这边20好了 那这个又错 这个又抓到了 所以他一定要是正确的 他如果不正确的话 那他就是输入不进去 所以三个逻辑 我刚刚有讲过 那基本上虽然说城市看起来很多 但实际上 都是一样的架构 都涨的差不多 OK 所以我讲过逻辑非常重要 如果你工作里面不会用逻辑的话 你基本上VBA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你VBA要写干嘛 对你了解他函数要干嘛 主要就是说你要把该做的事情 等于是以前你用人工做的 现在是用电脑帮你去做判断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做完的那个程式 云端上也都会有一份 所以你们要如果实在是有些细节 一下子听不没办法马上记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云端上面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回去的话 再找个时间把影片重看过 如果一下讲太多太快 你暂停 再慢慢看 再慢慢写 像尤其学程式东西 真的 很花时间 而且真的细节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程式这么难学 就是如果你一下子 像我刚刚一下讲完 你马上都听懂的话 那当然你就学得很OK 问题是这里面太多细节 差一个地方 恐怕run就会有问题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那个逻辑判断 我刚刚有讲了 有三种可能的防呆的问题 那我们必须怎么样 在他还没输入资料的时候 就应该把它挡下来 所以记得你的程式 应该是写在新增资料的上面 你不能写在下面 你写在下面根本就没有用 因为都已经输入了 你才把它挡下来干嘛 所以一定要写在 等于 这个程式应该是第二行 就是那个command button click 那个的下面 试一下这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